每个企业都跟我们的生命一样 我们会在生意上感到绝望 迷失 或者是太多选择 当然我们会走到成功的道路上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 我们都会邀请 Singapore Excellence Award的得主 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心路里程 还有他们的成功的道路 这个节目是由Singapore Enriched Group 容易呈现 也好我是阿宝 今天呢非常开心哦 来到直播室当中呢 有了一位新的好朋友 为什么我会说新的好朋友呢 因为只要有吃的话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了 尤其他的生意呢 是点心 想到点心的话就流口水了了 我超爱点心哦 所以在节目当中 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 我们的桃园食品 生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哦 林金峰先生 林先生您好 你好 林先生哦 呃 这 桃园 呃 我讲到桃园这个 这个品牌哦 就想 流口水了 请问你们的 呃 食品呢 包括哪些 哪一些的 呃 有爆类 有烧麦 有饭菜 热米鸡 呃 还有 叉烧 叉烧包 啊 还有那些 夏小李的点心 我帮我塞油瘦头 不要再说了 我肚子很饿了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今天你没有带来对不对 啊 改天 改天你会带来哦 在节目当中 逼你承诺 你会把你的食物带来哦 因为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贵公司桃园呢 是从1973年就开始营业了 到今天哦 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哦 所以非常很有兴趣想了解 就是说 桃园呢 这个品牌哦 是在当年怎样的情况下 而开始的呢 那个是由我父亲 开始做起 他是 当时是在 他在 边做边学习 中慢慢在学习 差不多 有几年 然后他才自己的创业 其实慢慢在做 做包 批给人一点点一点点的批发 然后才慢慢有工厂 都做到今天 所以这40年来其实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不简单哦 对 因为从他老人家就是说 刚才说讲 从学徒开始做起嘛 对 他还有在经营这个生意吗 还有 所以你可以这样严格来讲 你已经是第二代了嘛 对 来经营这个生意嘛 对啊 哇 第二代哦 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感想吗 来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 压力很大 为何呢 就是他创业是很难 我们首业更难 真的真的 你真的是说出那种 创业跟首业的精神哦 每个人都以为说 其实哦 首业很容易 其实并不容易哦 很难哦 对 因为压力很大 再加上 不想他失望 然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去开发 跟创新 在学习 因为你不学习 你就不会进步 然后你不会进步 就会容易被人家淘汰 就是 就是 要学习中的 吸取他的经验 因为他的经验 很丰富 所以我们就 在旁边学习了 哦 所以你看 我可以这么说吗 庆幸的是可能会 就是 呃 贵公司的创办人 就是你父亲嘛 对 还在公司里面 很活跃于 参与这整个 经营这整个胜利嘛 所以从他身上 也会学到一些 一些他的经验 他的知识 避免走回一些 没有必要的道路嘛 嗯 但是 你没有 这样的想法就是说 有他的存在 会在 呃 可能你在某一些方面 比如说可能推 推广一些 新的一些 呃 概念呢 或措施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挑战的嘛 因为可能 可能 令堂是 呃 比较 比较 前辈嘛 所以他们的精灵 生意的手段 跟我们 比如说现代人的一些方式 也不一样 嗯 嗯 这个问题 呃 不会 因为他也是在 到现在为止 他也是在学习 哇 他也 什么东西他就 轻力轻为去做 那么他也是 嗯 我们只要有意见 跟他讲 我们的idea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放手 哦 你们去试看看 他会在后面 然后看 呃 什么不对的 然后他会去 呃 跟我们讲些 因为他有那个经验 我们没有 所以 我们还是要听他们 他的意见如何 比较重要 因为毕竟哦 他吃的盐 还是比我们还要多 对 好像那个粉 这样我们要去 看 摸 吃 他们只 他只要看而已 摸一下他就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好神奇 这个经验 我们就在学习中 因为我们根本 还没有到他的境界 对 所以我大概是 我刚才也知道说 你入行 从21岁 就已经加入 你的公司了 现在已经有十多年了 从来都没有去外面打过工 就直接去选择 家庭的 这个生意 嗯 有没有想过说 如果今天你在外面 做过工作之后 再回来 帮家族生意 会不会 今天会不会有 一点不一样 可能 可能会不会 不一样 可能我们出去外面 看的东西比较多 而我们在里面 好像是 有他围绕着我们 啊 人被 好像 怎么讲 就是这样 家族的文化 对 就是 包围住 对 就是这样 不会给人家 好像欺负还是什么 因为他都在那边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 我们的 也是不要让他失望 因为 其实我们要接手 他会 因为这是他的兴趣 对 这三十多年 他都在守住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守住他 到下一代 一定的 不需要消消 希望 所以想问的就是说 汇公司呢 在你们的 经营 因为已经交到第二代了 有没有打算呢 在这第二代的时候 交出什么样的成绩 再出来的 我们想开门市 我们的计划 是在这三年里面 然后我们是看 做一些 最特别的产品 然后 自己在自己的门市面 卖 看这市场如何 那我们也问一句话 在饮食行业 在新加坡 其实不单止在新加坡 只要是我们 华人的地方 都很盛心 尤其是 比如说 包点啊 点心这方面 因为我们华人都喜欢吃的 点心这些也 也蛮普遍的 所以 在一个求新求变的 一个年代里面 贵公司要如何 在这个行业里面 在这个领域里面 生存 成为佼佼者 就是不断的学习 努力 能创新 现在要看年轻人的市场 比较重要 因为包点怎么讲是 点心是 比较年轻的吃包 现在年轻人就吃汉堡包 所以我们开发 尽量去争取 年轻人的市场 开创 新的东西出来 就是 看有什么 可以 像有年轻人的口 嘴里的说的 汉堡包 他们没有想过是包 所以我们希望 能代替你的汉堡包 来代替包 所以是 想推出一些 新的产品 适可来信食下 年轻人来吃的 因为毕竟 在吃的文化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历史 跟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一个 做法和看法 所以你还记得吗 当年你入行的时候 你是年轻小伙子 所以当你入行的时候 你从哪里开始做起的呢 我们从打杂做起 打杂 打杂 对 你是说好听 你也是 你也是老板的儿子 对 我父亲就觉得 我们从打杂做起 会比较好 什么都到现在 我们什么都会 不怕 像工人不迎来啊 还是请不到人啊 我们什么都会 所以 包括制作包点点 什么都会 真的啊 辛苦吗 当时 非常辛苦 要坚持 就这样 要用心去学 但是你是 从小的时候 就进去里面 帮助这个生意吗 还是 当王兵 退伍才出来的 退伍才出来 退伍才出来 退伍才进入这个行业里面 才去帮爸爸 对 从打杂开始学起了 所以今天 猫妹问一句话 如果 真的是师傅没有来的话 你真是可以顶上去吗 可以 不是我 就是我弟弟 他是另外一个 也是在 制作的 他也是可以代替 好有自信哦 对 所以你看 现在呢 你也能经营 整个公司 公司 你也会 制作包典 你也会 就是 经营 这个公司的一些愿景嘛 接下来 有什么东西想做的吗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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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方面的扩充 就是希望 有 就是 你的 export 哦 批发到国外去哦 对 好典致叻 希望啊 有没有什么话呢 想对我们在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分享呢 因为 相信哦 很多朋友们呢 也想从事 饮食业 或是想创业 或是同时 想就扩充他们的业务哦 所以在这里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 就是学习 两个字 学习 对 你不断的学习 你才会进步 你不进步呢 就容易被人家淘汰 就是在学习 哇 真的嘞 真的从 就是行家因为说出来了 要不断的学习哦 才会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 跟不断的求新求变哦 所以想了解更多一步就是说 贵公司目前桃园的食品哦 都是通过什么样的门路 才可以找到您的食物 呃 是今天非常感谢哦 来到 这节目当中呢 也很大就是我们桃园食品 身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 那就是 呃 林金峰先生 Kevin 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一次 就有机会吃到你们的 包点了 好点心了 耶 真的哦 我超爱吃点心这方面的东西 也在这里呢 祝贺所有朋友们 幸福快乐美满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